三星堆为啥不敢继续挖了,考古队,你看看都出土了些什么,古有上下五千年之说,这话不用多解释,指的是华夏历史,可到了今天,五千年历史逐渐有了争议,外国人要文字记载,说中国历史三千年,四川又发现了超过五千年历史的三星堆,中国历史究竟多少年,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三千年前还属于石器时代,五千年前真就是上古时期了, 那时候的中国都有啥,三星堆出土的一堆碎片或能给出些许答案,之所以说三星堆很神秘,主要原因在于,它的出现打破了人们的常规认知,在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殷商时期的四川是没有什么先进文明的,是一片文化荒漠, 而三星堆大量文物出土无不表明,至少在商朝时期,属地的古文明就已经非常发达了, 因为三星堆出土的这些青铜器,比如青铜神术,巨型丽人像和各种面具等等,工艺精湛,想象力丰富, 其制作水平丝毫不弱于商朝古墓的青铜物件,而三星堆目前公开展览的仅仅是一小部分而已。 还有很多尚未挖掘,不过光是这一小部分就已经引起大轰动了,整个三星堆遗址依然充斥着很多谜团, 如果能继续挖掘应该就可以搞清楚三星堆文明的来龙去脉了,不过从近期的动态来看,似乎已经叫停了对三星堆的挖掘工作,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真如网上所说,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不敢继续挖下去了? 1929年,三星堆的发现就不细说了,此后曾历经数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据说今天不敢挖了,原因是越挖越难以解释。 这里单说1986年,四川在对三星堆二号祭祀坑进行考古发掘,考古队在坑内发现了青铜碎片, 起初只是零碎几块,随着挖掘深入,各种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青铜碎片大量出现, 最终挖出了2479块,形质上来看,这堆青铜碎片因为一件器物,是什么? 多大的青铜器能碎成2479块,考古队最将一堆碎片整体打包带走,十多年的修复工作就此展开。 这里说明一下,早在发掘时,祭祀坑中最先出现的是一些青铜材质的树干。 树枝坑内中下层叠压着更多碎片,或有朋友猜出来了,这堆碎片就是今天著名的青铜神术, 不过1986年发现的残片数量十分惊人,现场考古人员很难从形态上分辨出它们属于哪种青铜器。 因此,那时的考古专家还不知道碎片是什么东西,更没有神术之说,不止碎。 当时考古人员发现,这件青铜器在掩埋之前就已经损坏,看样子曾经历过人为打杂和焚烧,不应该啊。 对历史有研究的朋友应该知道,三千年前的青铜器可是身份和尊贵的象征。 即使祭祀,也不用人为砸碎,焚烧吧,有专家认为该铜器是古蜀国的祭祀道具,这种说法有点牵强,真如专家推测,古蜀国也太奢侈了, 即便后世的周天子,汉武帝也不舍得拿吉金杂,烧完啊。 后经仔细对比,考古人对这些青铜碎片进行拼接,这才发现是一株青铜树,当时树干部分碎为三结,底座裂成四块,树枝还有严重的氧化腐蚀,几乎一碰就成鸡粉, 连青铜鸟挂饰也有焚烧后的发泡,实事求是的说,这株青铜树真就是一堆碎片。 理论上讲,放在其他出土文物身上,这样的碎片就没有修复价值了,当时专家间也存在类似矛盾,有人建议,可简单清理残片,然后将碎片集中展示,如此就不需要将其重新拼接了。 另有专家希望这株青铜树重新站起来,就当时来讲,修复一堆碎片的难度相当大,当时三星堆附近没有较高房屋,青铜树难有站立空间,考古人干脆在发掘现场搭起临时修复棚,又调来一架起重0.5吨的手动吊机,这些还只是外部设施的准备工作。 修复价要先对碎片进行清理,至少要去除表面泥土,以减轻重量。 这些青铜碎片埋在地下数千年,在出土时,已然脆弱不堪,修复价需要小心翼翼地清理每一块碎片,那可是2479块。 还不止,董行的朋友或许知道,青铜记上一般会有复杂纹路,清理2479块碎片可不是简单说说而已,其过程极为复杂, 修复价清除碎片泥土的过程中,既要保证每一块残片的完整,还要使后期研究人员看清青铜树的内部纹路,了解其铸造工艺。 通过这些信息判断个残片间的关系,不夸张地讲,仅清理碎片就是一个漫长过程,所有准备工作完成之后,修复价决定从相对完好的底座开始修复。 请注意,这里的关键词是相对完好,现实中的底座依然是四大块的碎片,此外,三星堆还出土了疑似有焊接技术的青铜器。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热焊接技术,最早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而三星堆出土的这个文物, 是不是表明四五千年前的三星堆先民就已经熟练掌握了焊接技术了呢? 从1929年三星堆遗址第一次被发现,到今天已经将近一百年的时间了,关于三星堆的很多谜团,我们都还没有找到答案。 当时祭祀坑内发现了很多青铜神树残剑,最上端的部件已经缺失,但余下部分仍然非常震撼,修复工作从1986年持续到1996年,总共花了十年的时间,才让这棵神树重现人间。 最大的一株修复完成后仍然高达396厘米,估计圆高应该接近5米,体量相当巨大,树油树座及树干两部分组成,底座四圆盘,树座成穹龙四神山。 坐上为树身,其上套住三层树枝,每层出三只弯曲向下,全树共九只,所有的树枝都揉和下垂,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垒,花垒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枝头有间桃形果实,不仅如此,在树干的一侧,还有四个横向的短梁,将一条身体倒垂游动的笼固定在树干上, 在青铜树的枝干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一些用以锤挂器物的穿孔,人们推测,器物坑中的一些小型青铜发生器,也许原本是悬挂在铜树上的专家们认为。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商周青铜神术,迄今为止,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孤品,所以它成为了中国首批禁止出镜展览的文物之一,三星堆出土的商青铜神术共有八颗, 其中修复完整的一颗,残高达395厘米,是全世界已发现的最大的单件青铜文物,被命名为一号神术,青铜一号神术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底座呈穷龙形,由三面湖边三角状镂空虚块面构成, 够拟出三山相连的神山异象,坐上注视象征太阳和云气纹,青铜神术分为三层。 每层有三根枝条,共九只,上面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神鸟,共有九只,树的顶部有残缺,专家推测,顶部也应该有一只鸟,站立于其上,总共十只神鸟,在青铜树的枝干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一些用以锤挂器物的穿孔,人们推测, 气物坑中的一些小型青铜发生器,也许原本是悬挂在铜树上的,据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朱雅荣介绍,目前学术界认为,三星堆神术反映的依然是古蜀先民,对太阳及太阳神的崇拜,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很多神术,最具代表性的扶桑,其突出特征,就是树枝上分居了十个太阳。 在古代,很多民族都将鸟作为太阳的象征,三星堆青铜神术所住神鸟,应该就是金屋,及太阳,的写照。 上古时期,人们认为天人感应,人天合一,这株神术,应该就是人神互通的神话意识,形象化的写照。 虽然关于这棵铜树的内涵,目前还存在不同看法,但将它界定为神术,则是学界的共识,因为这棵神术的存在,天与地,人与神被紧密联系在了一起,青铜神术反映了古蜀先民对太阳及太阳神的崇拜。 它在古蜀人的神话意识中具有通灵、通神、通天的特殊功能,是中国宇宙术最具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伟大的实物标本。 青铜神术当可是作上古先民天地不绝,天人感应,人天合一,人神互通之神话意识的形象化写照,其艺术和考古价值难以估量。 因而,青铜神术入选,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目录,如今,青铜神术静静地注立在三星堆博物馆展厅的中央,顶部的灯光,恍若优美的群星,一次次唤醒人类对上古时代的记忆。